另外來看這個立志的故事 31歲的Kevin是代代電機研究所被騙 在看國的企業在接頭路 本來他是準備要派技大來環遊世界 想不到什麼檢查得到這個二種人 但是Kevin並沒有因素來吸収 等到是這劑才受治療 甚至又用音樂來鼓勵 更多朋友要勇敢面對白痛 在北方火力沾來基盤音樂會 感情朋友Kevin跟南國小的小朋友 用音樂來溫暖北方的冰冷 除了跟小朋友合照以外 Kevin也跟他的愛憲做回演奏好聽的樂曲 Kevin說自己很愛音樂也很愛滷油 一直有一個派技大環遊世界的夢想 想不到要開始完夢的時候 來得到工程 不過他沒有放棄 希望用音樂來鼓勵吉他朋友 也不會放棄希望 最主要想要辦這個活動 我是希望就是 我能透過我這個音樂 去鼓勵一些愛友 可以走出大家人生的一個低潮 那這是我這一次最大的一個心願 那只要十個愛友之中 只要有一個可以因為我這個去感動到的話 我就會很心滿意做 醫生表示Kevin的幼少年雖然已經是第四季 但是他還年輕 目前治療效果也不錯 雖然是普遍來看一般的這個 五年的存活率很低 但是年輕人我們也希望看 是不是這個藥物對他的 這個目前來看起來它是穩定的 就沒有繼續再有擴展 Kevin強調 他知道有很多跟他一樣的 癌症病友對不瞭解這病有強行 希望借到音樂 帶給癌症病友勇氣 也鼓勵病友勇敢前進 病友的侯理師跟醫生 也稍微打拼給Kevin 鼓勵他勇敢用病痛來調整 大陣新聞長西梁 鄉華 蔡宏博德